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7月15号 星期三 北京有个疫区 叫大兴的西洪门镇 爆发了骚乱 他们他是疫情区 他之前的时候 是叫疫情高风险区 然后最近反正北京疫情 被控制住了 然后降低了 现在把它降为了叫中风险区 这本来不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引发了骚乱 是这样 西洪门镇 他第一村 在墙上贴了一个告示 然后把周围的 就给圈起来了 圈起来之后 最后有警察在那儿 设了岗上不许出去 说是这样子 他们告诉说 由于从高风险区 降为了中风险区 要求居民在7月10号到13日 更换的出入证 每人需缴纳30块钱 如果出入证丢了的话 如果补办的话 要交100块钱 那么无证的居民 将无法回家 或者外出 就不能出 没有证不能出入 那么以前在高风险区的时候 已经办过了 现在降为周风险区的之后 要更换 这是一个更换 要换证 居民就觉得 这是什么意思 就莫名其妙 越来收钱 变相 等于是叫什么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是不是 要想从此货留下买路钱 然后当地的居民就不满 就不想交钱 然后开始 就开始跟哨索人 就开始 就是说辩论争执 后来就来越来越多 到最后 大批民众开始涌向的 验证的哨卡的账态 那么在中级当中 和警方发生了冲突 然后有警方被打倒在地 这个事情 虽然官方没有报道 但是这个绝对是真实的 你上网去搜 你去搜 我就不给你们发视频了 好吧 他西红镇第一寸的告示 也有人就是说 照了照片 发在网上 还有他们跟警方 就是说 吵起来了 后来反正也是拥挤 然后把警方 就给推倒在地了 这种打倒在地的 或推倒在地了 这种事情 视频在网上都有 你们自己去搜一下 自己去看一下 就得了 好吧 反正我觉得 说实话 我觉得 我觉得这应该不是 北京高层的意思 这应该是地方官想捞一笔 我觉得这种事 习近平我都不知道 上面我以蔡奇可能也不知道 就是下面的地方官搞的 这个来讲 我觉得 反正说出来 希望北京高层的知道 就知道地方官在下面 就借着疫情 是中饱私囊 这一次借着疫情 很多的地方官 都在想尽各种办法 去捞 武汉有很多社区 居民当时 就是说出去很困难 要买菜 大家一起 就是说凑钱买菜 就发生了这种问题 就是说社区的居委会 要求只能跟社区买 社区垄断 对吧 社区找一个供菜来卖 要卖的又贵 菜又不好 然后如果有居民 他们自己形成了一个组织 去外面找人来买菜 还居委会发生政治 居委会 当时居委会 有三个理由 居委会说 你卖菜的我不认识 万一他卖的菜里边有病毒 怎么办 对不对 所以我不能让你买 为了把它没收掉 或者销毁 其实就是说 有一些居民就认为 这几个变相的 在通过他们的这点小权利 捞钱 我觉得其实也差不多 我觉得当然了 人家说的理由是冠冕堂皇 就是说我们买的 我们联系的卖菜的 是绝对的 有保证的 保证的 没有病毒 你们联系 不同款连来的 虽然便宜 可能菜也比较好 但没有 这个东西 反正你自己去理解 对不对 都是中国人 对不对 这种东西 我觉得 反正看你信哪头 好不好 这个也是 你说你高风险去的时候 已经有出入症了 你到珠峰选 你说现在珠峰选了 原定出入状 咱们作非 要重新更换 重新再收一茬钱 你说说得过去 从道理上也能说到过去 但是 我还是那句话 都是中国人 大家心里都有数 这道理是为这钱吗 对不对 这就是要钱来的 对吧 所以这种东西 我觉得特别没意思 道理上是能说得清楚 但是变相的 死我老百姓的 老百姓的 也不是傻子 对不对 谁也不是傻子 谁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好吧 反正希望北京高层 这还是天子的脚下 对不对 其他的那些地方 就是说类似的这种事情 就更多 一些地方官 说的不好听的 说是地方官 还不是说是地方的一些 简直就是说恶霸 就是恶霸 巧取豪夺 搜刮百姓 这种事情 我觉得在别的地 咱就算了 对不对 别的地 天高皇帝远 北京天子脚下 出这种事情 希望北京市的政府 高层的能够采取一些措施 好吧 这些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